为什么饭店活的馅那么好吃,香料油是关键,不会熬的姐妹们赶紧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,屏幕上的食材提前清洗改刀备用 淡碗花椒加水浸泡,洗净的香叶和小茴香,浸泡5分钟控干水分,锅里加适量的色拉油或者是玉米油 升到三层油温,我们先倒入花椒粒,再依次加入小茴香和香叶 炸香料油的火候很关键,一定要小火寝炸 每隔两分钟,依次放入姜片,香芹,圆葱,青椒,香葱 最后放的是香菜,因为香菜的含水量最少 中途我们可以每隔几分钟翻动一下,以免受热不均匀 看到这儿的家人们别忘了给鹰子点个爱心支持一下 所有食材炸成这样微微发黄,青菜里的水分没有了,料渣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个非常关键,如果炸的时间过长,料油就会发苦 最后用蜜肋把料渣过滤干净,料油就做好了 喜欢的收藏师作吧,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